股市重回萬點 你有達到順風聲嗎 那想不想盛盛追擊 在茫茫股海中挑到好的標股呢 一連賺一倍 也就是百分之百 你一個月才賺8% 只要一個月96% 那我們剛才那個多頭股票 這樣擋三天有沒有8% 有啊 對對對 你看你都說鐵定有 那一連為什麼賺不到一倍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標股上校 朱家鴻來分享 我是7歲才踏入股海的他 為何可以逆轉人生 年年交出獲利一倍以上的好成績 用簡單的五個步驟 輕鬆的挑出多頭好標股 最近呢 因為這個全球股災 然後不同的投資人 就開始都哀哀叫 對 但是呢 最主要我們就要看 在這一波裡面 有誰賺到錢 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到上校 來跟我們來分享對不對 這個 我們在這個媒體界都稱為 標股上校 這個名字很酷耶 是 可是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這個名字也是媒體界朋友取的吧 第一個我是上校退伍 第二個選的股票大概還算不錯 漲得滿快 所以他們就給他灌了一個 標股上校 標股上校這樣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幾次啊 在訪問這個 許多的這個投資專家 其實這樣標股也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技術分析 而且這非常非常重視技術分析 沒錯 是 那為什麼 就是一開始上校進場的時候 應該也不是技術分析吧 一開始跟一般賞不一樣 我們民國72年開始做股票 72年喔 72年 所以漲到12682也大賺 摔到3000點也大賠 就跟一般人一樣 跟著上去跟著下來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 股票市場的真正的 真正的道理原理在哪裡 上校我發現您好像喜歡 完全沒有經驗 甚至是讓一張白紙一樣的人進場 為什麼 沒錯 因為股票市場 我上課有時候跟學生開玩笑講 我說你們來學技術分析 是對的 因為股票市場是一個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對 它是很標準的詐騙集團 其實我們現在都講 我們這個美股是什麼行情 大家都講是川普行情 川普講一句話就漲 川普講一句話就跌 這是錯的嗎 是正確的 這是正確的 股票本來它就是起起伏伏 那你要去抓它的脈動 一般的散步你沒有學過 你根本抓不到的 因為你不知道道理嘛 是 就像今天一開盤就跌 期貨跌400點 股票跌200多點 你一定想不通 總會殺成這個樣子 是 但是它一定 如果技術分析的話 它有機可去 對 技術分析就是給我們訊號 那這麼長的投資的時間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您最成功的案例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賺多少 最成功的案例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剛開始學技術分析 然後學 當然我在訓練的那一段 是很辛苦 因為一方面也沒什麼 就無業了 我已經失業了 公司也關了嘛 所以可以說是 走投無路了 走投無路了 山窮水清了才去學股票 後無退路了 所以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一天就在研究股票 就是研究技術分析 一開始怎麼研究股票 去買書來 去上課 一定要上課 一定要上課 買書是一個最初步的 去了解什麼叫 那我們已經做過股票了 對 所以就直接去學 學技術分析 那經過兩年的學習 當然還是要自己 花很多時間去做研究 所以這兩年有沒有投入 投入股票市場 基本上是很少 就是去看圖嘛 去看看它怎麼走 那我第一檔最成功的就是 我選了一個金豪克 金豪克這支股票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 這個是應該是它的月線 我們再講 等一下講選股票就會講 我們要做長線的話 就要在月線上去找 也就是說月線它已經幾乎半年 都沒有再跌了 那當然它的週線日線 都已經做好了 對 包括均線 包括成交量 然後這支股票 從第一檔我們來看很清楚 按月線看 一漲最少先漲三個月 再漲三個月 那一支股票漲六個月 你當然知道它獲利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裡看 這個地方大概二十幾塊 這裡第一階段漲到四十幾塊 就是一倍 一倍 很多了 這對我來說是晴天霹靂 因為從來沒有做股票 賺到一倍的 會嚇死人的 後來才想說 真的有道理 一支股票如果按紀律做 是可以賺到一倍的獲利 是 這樣子 所以上校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就上校你有五個 這個步驟跟心法 對不對 其實做股票跟做事情一樣 都是要有規劃 如果你隨性而來 聽到人家的名牌就去做 基本上 我只能講 成功的機率不高 可是有一些 簡便的方法對不對 像您說 你自己 整理了這個六字訣 是什麼 對 其實六字訣就是我教學生 去看懂一支股票的趨勢 我們常講順勢操作嘛 你才容易成功嘛 對 對不對 那順什麼勢 就軍法都講勢嘛 對嘛 你要知道勢啊 勢是什麼 現在這勢頭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很簡單就可以判別 這支股票是多頭是空頭 你要先知道 如果它多你去做空 那你就一定被嘎了 你一定被嘎死了 對不對 什麼叫多頭股票 非常簡單 我們只有六個字 你稍微練練就會了 頭頭高底底高 什麼叫頭頭高底底高 其實這是技術分析之母 這個道士理論講的 道士理論講 多頭股票會創新高 它就一直創高點 對不對 那創高點就是 這個頭會被突破嘛 是 對不對 它要創高嘛就會突破 那這一突破 後面的頭就會比前面的頭高 那它漲多了會回來修正 我們的大凡今天就叫修正 它絕對不是空頭不要空 等一下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後面機會又來了 對 你又來機會了 你又可以賺錢了 但是一般人跌的時候就嚇死了 對啊 對不對 好 那你拉回來的時候 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這是道士理論講的 是 一個波浪上來的時候 它退的時候 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維持這樣子的架構 這支股票就一直是多頭 因為它一直頭頭高底底高 所以股票有漲一倍 有漲兩倍 有漲五倍的 那你去看它的圖 它的圖就是沒改變 它就是一直走這個 上下這個頭頭高底底高的例子是什麼 來 好 那我們看一張股票很簡單嘛 我們去看高點低點 我相信各位很容易嘛 就是最高點然後跌下來 對 最高點跌下來了 好 那跌下來是不是它又漲上去了 對 那就有底點 那你看這支股票 你一直看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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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底 底 是不是一直是頭頭高底底高 對 所以它是多頭股票 換句話說 它今天已經跌了兩天了 那這支股票還是要做多 因為它還是頭頭高底底高 是 它還沒有破前一個底 對 也就是多頭的架構沒有破壞 一支股票多頭沒有破壞 你當然可以就一直操作 所以你看大力光可以漲到6000 對不對 那6000跌到3000 因為它是頭頭低 你可以把圖打開看 來驗證一下 哇 真的這邊頭頭低 那如果說空頭的趨勢 那就相反囉 反過來就好了嘛 空頭倒是理論講 一直破新低 它會一直破底 所以我們講空頭 你不要隨便接嘛 因為它還會破底啊 是 所以它會維持 頭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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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股票只要是維持這樣 你都不能做多 因為它是空頭 那你可以做空啊 所以技術分析學會的好處就是 我們常常講 沒有所謂旺季淡季 對不對 淡季我就做空嘛 它是空頭啊 我就做空 還旺季 現在是旺季啊 我就做多啊 對 那你會判別的 你可以多空就做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股票 你把高點 每個高點都把它標一標 是 你很清楚就知道 頭 頭 頭 一支低 各位 因為我們重點其實不在後面 因為後面已經跌了一波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這支股票在走空 那重點是前面走多 那在這個頭 你就發現前面的高點沒過 它已經不是多了 所以你這支股票 即使你做了三個月 現在不是多你就離開 那各位看這個位置 你離開了以後 跟這個位置差多少 已經賣掉了 對 所以你怎麼會搭配 那講了這個多頭跟空頭 會不會有一種類型 它不多也不空 這個狀況是什麼 那個叫 我們講股票看不懂就不要做 對不對 你都看不懂這個人 就出口去玩啊 對 別人去玩嘛 那其實這個 這個叫盤整 盤整 那盤整 六個字都不要背 為什麼 不是多 不是空 就盤整 股票裡面只有三個趨勢 一個叫多 一個叫空 那你多已經會變別了 空也會變別了 那剩下那個你不會 這兩個都不是的 就是盤整 就是盤整 所以你去看 頭頭低 底底高 這個好像兩個都不是 不是背的那個 對 那這個呢 頭是平的 底也是平的 也沒有頭頭高 也沒有底底高 對 所以這個都叫盤整 那這個叫喇叭盤整 對 就是頭高 底底低 鋁破心高 鋁破心高 對 這個就上下震盪 對 所以像這種就不要做 就不要理它 不是簡單的講說 你沒有過濾空間 你浪費你的時間 那盤整不要做 也不是說永遠都盤了 對 所以盤整的突破 盤整的突破 我們做多 對 所以你仔細看盤整一突破 是不是漲三天 就是盤整骨的意思 對 對 接下來看 觀察均線排列 這到底是什麼 那均線呢 這是葛蘭幣發明的 它其實是一個平均成本 它讓我們知道說 現在所有人買的平均成本 在什麼地方 大家都在買股票嘛 是 那這一個月買的人 就是這20天買的人 有人買高 有人買低 它的平均成本就是我們所謂的 20日均線 所以如果你現在股價在20日均線上 就這個月人都賺錢 你這個月買的人 因為你平均價在這裡嘛 那股價比它高 所以你都賺錢 是 那同樣如果跌破了 這個月買的人都賠一些 所以我們前面有大跌的時候 有講跌破十連線 那十連買的人都賠了 因為你去看 它是不是十年前的低點 現在都回來了 又回到十年前的低點 對 那如果觀察一陣子之後 有辦法從均線看到進場的時機嗎 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進場 剛才講是配合趨勢 對 那現在我們在配合均線 那你的操作 我們講說操作最重要的人賺錢 就是你的成功率 其實它是一個成功率 或燃率的一個關係 那為什麼叫大賺小賠 因為我賺三次賠一次嘛 對 我成功率很高 那如果你要提高成功率 你就把均線這個平均成本加上去 那我在這裡先講一個 我們多頭大家 一般人都比較習慣做多 做多只有兩個位置進場 就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 漲了以後回檔的那個低點 回後買上漲 那個低點是不是有條件 我們剛才有講 不能跌破前面低點 對 只要它不跌破這一點 上了你就趕快買 就成一個多頭的趨勢 回後買上漲 而且你是買在第一根 所以你容易賺錢 好 那第二個就是它盤整 剛剛有講 我多頭走了三坡了 總共現在又不多不空了 那我們就不要做了 然後盤整突破進去 所以就兩個位置 可是盤整突破 什麼叫突破 就是這根紅K啊 對啊 當天快要收盤 你一點鐘看吧 它就突破了 對不對 因為已經交易到一點 快一點半了嘛 是不是看到這根紅K了 你就可以決定了 這個盤整已經突破 今天就可以進場 今天進場 對 那你進場 明後天 它上漲就不會停損嘛 是 你就是賺錢嘛 是 賺多 賺少 如果漲五天 你就賺多一點 如果漲三天 你就賺少一點 所以我們多頭 就這兩個位置 那同樣如果盤整跌破 就不可能進場嘛 它跌破怎麼會進場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會變空頭了 是 好 原理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配合均線 你就可以操作了 我們看看 第一個位置 多頭確認 因為這個紅K的低點 沒有破33.5 有了 低低高有了 對 但是前面這個高點 沒有破高 所以我們在這個紅K收盤過高 紅黑那天收的時候 突破了 它叫多頭 好 頭頭高低低高 這個叫多頭 那我多頭如果要進場 我要找一個依據嘛 什麼依據 我就用均線 我擺一條均線 假如我做短的 我就擺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 我想抱稍微久一點 就十日均線 是 那我想我工作很忙 那你就抱十日均線 這很簡單嗎 對 所以你看跌破五日均線賣 然後這個紅K是不是站上來了 對 賣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跌破前提 對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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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這個黑K跌破賣 是 第八個紅K賣 賣 然後這邊為什麼 這邊頭頭低 這個高點比這個 你不能做 它進到盤整 是 然後你算一算看 你是賺還是賺 你賺錢 OK 所以你簡單的看 第一個看懂趨勢 第二個看懂位置 你就可以做 所以一支股蕎 如果你把這幾個重點抓到 基本上 你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均線以外量能變化 我們看一下量 最重要是看位置 比如說前面都有空頭 這個叫盤整吧 對 你看下面有很大的 紅K的量 我們這個都叫做進貨量 進貨了以後 它這根大量突破了 我們這叫開始攻 它開始攻擊了 如果說有進貨的量 可是它還沒有突破均線 那還不行 還不行 不是沒有突破均線 是還沒有突破 頭頭高底底高 還沒有變成多頭 所以我們再來看 這個叫盤整的 大量紅K突破 這個下面量很大 那我們在技術分析器上 對量有一個定義 如果我今天的量 比昨天的量大一點三倍 這個叫放量 昨天這個成交量1000張 今天有1300張 這支股價開始放量 也就是說今天多了三成的人去買 可是它的股價是漲的 不是黑的 是紅的 所以表示有人來追買了 我們還有一個名詞叫爆量 我們常常講話 頭部爆大量 對 它也有一個標準 就是你爆了昨天一倍以上的量 這叫爆量 昨天5000張 今天放1萬張 你小心一點 因為你的位置再高 明後天可能就要跌 當然我們還有K線的訊號 明後天是黑K 你是不是就可以準備停利了 是 永遠你有這個紀律 你也不會讓股票說 我們很多散戶就是 100塊做到150塊很高興 然後它跌了你也不管 結果又跌回100塊 你那50塊一毛也沒賺到 對啊 所以我們在高檔 如果看到爆量KK 你就準備賣 那你在紀律守五均 跌破五均你就賣 所以你一定可以賣在相對的高低 是 像你一般來講的話 因為我記得上校在其他訪談裡面 有講過就是 其實我們是散戶 我們絕對做不贏大戶 那當然 大戶的這個大貨 他們的出貨量 其實是我們要關注的 出貨量主要就是位置 在高檔 你的股票 這邊60幾 漲到80幾的 高檔爆 這個就叫爆量 是啊 今天你看這個量 跟昨天差了幾倍 鶴荔肌群 這不只一倍 不只兩倍了吧 這個大概五倍了 好 其實這個紅K爆了量之後 你今天還可以爆得 你可以不要賣 因為它今天是紅K漲 可是第二天你就知道 哇 危險來了 因為第二天是神黑一德 對 股價不漲了 爆了這麼大的量 股價居然不上了 那當然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學技術分析 有一個最大好處 我們不可能知道後面的原因 對不對 後面什麼類線啊 什麼主力大戶數 我們怎麼可能知道呢 但是他要交易 他要賺錢 他的訊號就跑不掉 因為他一定要賣嘛 他不賣怎麼賺錢 對 所以你一賣就會出大量 那出了大量 因為他賣掉了 股價就不會漲 是 所以你後面的股價不漲 按機率 跌破五均賣 跌破十均賣 跌破二十賣 最後二十你要賣 你看後面 所以我覺得 按照上校的選股方式 其實對股票是沒有感情的 沒錯 不需要有感情 不需要有感情 股票是拉來賺錢的 就像我們做理證品 我理品進貨 這邊就賣給別人 我留在家裡幹什麼 對不對 第四點 我們剛剛說判斷進場停損 停損點 那其實 就我們剛才有講 你是做短中長的 那現在還有人做當充 對不對 當充你盤中就要走了 對啊 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賺錢 好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正常做股票 做短線的話 就是以五均 五均 所以我們剛才講 回後來上漲 站上五均 你就可以進場 那同樣 跌破五均你要賣 那如果做中長線 你就擺在十均過二十均 那你的停損 就自己去抓你的容忍度 大概五到八塊 因為你要報得比較久 所以你的停損可能會大一點 這個幅度會大一點 那如果做長年投資 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要報很久 就純股型的 對長年嘛 你就要報兩三連的 對 那它的基本面就很重要 那我們剛才看了 那麼多的趨勢跟原則 對 如果實際上面來說 一個例子 實際來說 我們就來一個中和應用 因為技術分析 沒有辦法靠一招就夠了嘛 對 你有趨勢 有均線 有成交量 其實我講就是四大頂檔 那怎麼看 第一個講趨勢 趨勢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都是跌嘛 對 不可能做 對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看前面的低點沒有破 然後一樣啊 上面的高點突破了 多頭來了 第二個 均線做好了 因為它在月線季線 這個紅K 這個紅K突破的時候 在均線上 沒錯吧 對 然後來 下面開始放量 這裡有量了 多頭 有沒有 這邊多頭完成 放量 均線 五 十 二 十 六 十 叫季線 四線多排 這支股票叫中長期 只要四線的均線 就可以做中期 六線做長期 那現在我先做中期嘛 對不對 按照剛才嘛 中期的話就20天左右嗎 中期就是守月線 守月線 剛才講的嘛 我就守20均 如果你去守20均 這支股票不得了 你去看 我這裡進場 什麼地方跌破20均 在這裡才跌破 所以你抱了很久喔 你在這個地方進 一直抱 然後你就一直做 那有的人說 哇 抱起來很擔心耶 萬一跌怎麼辦 那我做短線嘛 所以就是長線短做 分期付款 牙齒一次拉走 我分三次拉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在這裡拉一段 然後回後買上漲 拉一段 回後買上漲 手停損 它沒有跌破嘛 所以我還在手停損 然後我再買一段 這樣有沒有 所以我買一段 買兩段 買三段 我買四次 人家買三次 我買四次 這個就是長線短做 那我們做到什麼地方 不能做了 你再來回後買上漲 對 沒有過高 沒有過高 趕快走 是 這樣懂嗎 所以你只要看懂 多頭股票 把這些綜合應用 賺錢就沒有這麼困難 然後再加上小資金的練習 你還是要練 對 任何事情 功夫下下去才有 可是我覺得練習有兩種 一種是技術的練習 沒錯 一種是心理素質的斷練 那個更重要 我們常講說 目標設定 我們講說目標設定 那我上課 我有寫四本書 我的第一本書 就是說一連賺一倍 那一般人大概 做散戶的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說 我一連做股票可以賺一倍 為什麼做散戶的會不相信 因為他都是賺賺賺賺 他始終都賺不到 他是認為 你這個吹一連 怎麼可能一連賺一倍 可是我上完課 把技術分析都上完 他們初級中高階都上完 然後我現在 就跟他們講目標設定 我說一連如果賺一倍 你認為很難對不對 我分析給你聽 你就會做到了 一連賺一倍 也就是百分之百 你一個月才賺八% 一連才算一算下 一個月才賺八% 八% 十二個月九十六%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剛才那個多頭股票 這樣漲三天有沒有辦法 有 確定有 對 你看你都說鐵定有 那一連為什麼賺一倍 對 那他們 他們 他們不相信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缺乏了什麼 信心 所以你學會了用小資金做 做了以後 你已經知道怎麼選股了 你也知道怎麼進場 你也知道怎麼出場 然後你去做個三個月半年 真的都可以做到這個短線 都可以做到 你當然就認為可以了 一連轉 我一個月才要求8% 我並沒有要求說 這個月的業績要賺30% 那你真的要大多頭 才容易 可是我一個月是要求最基本的目標 這個就叫目標 對不對 可是大家 因為我覺得發現有很多的這些 很多老師 就有在這一次的三月股災裡面 就是大家都用很多方法去自圓其說 就用很多方法 可是我想聽聽看上校 就是你對這一次 這一次的股災裡面 你有沒有受傷 我講句實在話了 不是 我不但沒有受傷 我都學生也沒受傷 因為他們都是跟我走 走繼續的 那 如果你把大盤打開來 你按照我剛剛講 你就知道你應該在哪裡 因為大盤在上面跌破月線 你就該走了 我們的大盤有跌破月線 是 那你不走 它就跌破10年前 那當然大北 對 那反過來做空是大賺 我有學生做指數 因為大盤是指數 做指數起貨 哇這一波下來 他還跟我講 他換了一部新車 歐洲進口行車 就光是這一波的指數 是 因為它就是做方向 它是空頭嘛 你就做空 那現在是多 你就做多 你看我們的大盤 上一次的回後買上漲 你也賺了好幾百點 對啊 就算你今天賣了 因為它跌了嘛 你賣了 你也是獲利嘛 按照我們的操作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成功就只有這句話 順勢操作 嚴守紀律 就這句話 對 而且如果是為了人生 未來的生活 來做些累積跟努力 這個 真的有 你一生都可以改變 而且你看 以我這個年級 怎麼可能早吃 人家看到我都躲了 對不對 謝謝上校 OK 對 所以我很謝謝大家 我分享給大家 真的嗎 我在這個家地方 不要 我來 我來 是 遍 你 什麼 我來 我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